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DK,今天为大家讲述的中国历史名将是,敌御契丹南下,榆林殿打败契丹军的猛将,自闻以权忠义的后径简孝太师黄浮玉。 黄浮玉,常山人,他的父亲黄浮武,曾流亡到太原,担任过遮塞军事。 黄浮玉从小就勇敢好动,长大之后硬姿薄发擅长骑射。 唐明宗在偏安时期,他归顺于朝廷,多次参加战斗并立下功劳。 唐明宗继位后,黄浮玉被任命为龙武都指挥使,远受延州刺史,率军征讨东川,担任行营左军都指挥使。 在后唐英顺清太年间,他历任团练防御使之后,调任邓州节度使。 但他到任之处却苛捐残暴,以镇珠勒索为主。 导致幕僚多次私下离取,以躲避其迫害。 当后晋高祖石敬堂入洛阳,黄浮玉被调任中山。 不久,听说与镇州镇守安崇荣有婚清之事,于是又转任上党,之后又改住平阳。 他任用的官吏多为无棱之辈,镇物陷入混乱。 在镇守河阳期间,他开辟新的农田,开瓦河渠灌溉,导致沿途的墓地被毁,部分民众受苦。 但由于朝廷对地方官员的姑息纵容,布下民众无法诉冤。 天福七年,公元942年6月,石敬堂病逝,石崇贵继位。 黄浮玉被罢免,回到朝廷任职。 两年之后,契丹南清,黄浮玉率军赶赴潭州,与契丹军在运州北京交战。 契丹军大败,逆死者已数千计。 因此功,他被任命为华州节度使。 开运三年,契丹再度率众驻扎邯郸。 黄浮玉与安省齐,慕容颜巢等共同抵御。 黄浮玉准备渡过张水,却发现契丹前锋已经抵达, 于是转而退守,又转战二十里,至夜南榆林。 黄浮玉对安省齐等人说道, 敌人众多,我们寡不敌众,逃跑没有深路,不如奋战。 于是,从城市一直打到位时,交战一百余回合,伤亡惨重。 黄浮玉所骑的马,重剑而倒, 幸得有季刚和杜之敏送来马匹,黄浮玉重新骑马上阵, 战斗良久,才稍微解围。 但杜之敏却被俘虏,黄浮玉对慕容炎超说道, 之敏在危难之际,将马送给了我,这是义气, 怎能让他陷入敌阵? 于是,他和慕容炎超一同骑马,再次冲入敌阵, 并将杜之敏救了回来。 敌军骑兵壮大,黄浮玉难以解围, 这时,安审奇已经到达安阳河,告诉张崇恩说道, 黄浮玉等人还没回来,必然是遭到了敌人骑兵的围困, 如果不及时救援,他们就会被俘虏。 张崇恩说,敌人势力强大,我们无法分兵救援, 单独前往又有何用呢? 安审奇说,成败命运所细,即使不能成功, 也要与他们同死,如果失去这两位将领, 将来如何面对朝廷? 说罢,他便率领铁骑北渡赴援旧。 七三军见到尘土飞扬,以为有大笔援军赶到, 便纷纷撤队。 黄浮玉和慕容炎超虽然中了很多臭创伤, 但最终安然脱困,当时诸军都感叹道, 这三人都是勇将啊。 黄浮玉之后历任俭孝太师,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等职务。 开运四年,契丹再次入侵, 黄浮玉跟随杜崇威助手呼驼扯, 杜崇威向契丹投降,黄浮玉心中不甘。 当时,契丹打算让黄浮玉先行进入京城大梁, 但被黄浮玉拒绝,并私下说道, 我身居高位,何旦朝廷重任, 既然不能死于战场, 又有何颜面去见我曾经效力的君主? 再次受命去图谋这种事情, 我是无法忍受的。 第二天,行之赵军, 停留在宪舍时,黄浮玉对他的随从说道, 我已经连夜未曾进食, 如今病情加重, 侏辱成死,我也不愿再难行了, 于是自问而死。 这个消息传开后, 人们都钦佩他的忠义, 后汉高祖刘之远登基后, 追赠其位中书令。 后州广顺三连镇, 黄浮玉的妻子宋国夫人霍氏上言, 请求出家为离, 周太祖过位进行的批准, 并赐给他子役, 号真犯大师, 法名会员。 好了, 今天的名将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如果喜欢, 请点赞订阅收藏,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订阅收藏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